大家好,我是王光荣 我们上一节课讲的是GNI类型转换成C类型 但是我们只讲了基本数据类型的这种情况 而还剩下我们的 这块对应到GNI类型的一种转换方式 这节课呢,我们就把这个部分内容讲完 然后呢,再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 这里呢,就要回到我们之前讲的 我们的GNI应用于的函数电容原理了 这个呢,大家心里面修一个回忆 实际上,我们这个GNI类型的 这种串的这种GNI类型是J4寸 这个类型的转换就不像基本数据类型那么简单了 直接用个数字接收就OK了 这个J4寸要想转换成C类型的这个支付串的话 就要稍微要复杂一点点 那么要使用到哪些函数呢 使用到这个结构体里边的这三个函数 就是这三个函数,就是这个结构体里边的函数 所以说,我们调用它的时候 就用GNI应用V 通过这个指针去取到这个函数体 然后就可以调用这些函数指针 通过这个指针就去调用到这指针指向的那些函数 有三个办法 但是这里说目前建议不采用 所以这一步我们就不讲了 这也是官网上面要求的,说不采用 所以我们就去学习前面两个办法就OK了 这前面两个办法 这是第一个函数 这是第二个函数 这里现在要是直接讲的话比较故障 所以说我干脆直接用实例 在实例当中配合去讲一讲 这两个办法的使用 叫G43转化成C这部份 我们去创建一个项目 还是按以前的办法 把这个copy 然后粘贴 ndk test3 好了 我们用同样的原理 同样的步骤去做 首先我们 嗯 这次先这样做吧 sisting 类的一个静态方法 去交载一个动态库 脉子 加载 动态库 libmz.so 第二步 声明一个本地函数 本地函数里面 我要给它传一个 给它说句话 传一个什么参数 传一个字符串 当然本地函数 我们要用 nature 显然我们这里就要传一个字符串 给它 当然对应的C元函数 就应该用接压类型来接受 是J4寸来接受 到时候那边就有J4寸 然后那边的C函数 再把J4寸转换成C 这就是本个例子的目的和功能 采取相同的办法 取出报程对象 ptn.r.id.8.1 ptn.c.cl 这是监定器 这里我们去调用我们的C hello 就是这个地方调了这个本地函数 我们传一个字符串给它 传一个 hello ndk 这样子 显然这个函数一传 这个函数一掉 这个参数就会传 一传 就传到实际执行的函数里面去 而实际执行的函数是C函数 我们用函数进来注册的办法 把那个C函数写出来 创建写C函数的这个固定的一个目标里面 LIB 哦 写错了 sorry 应该写的函数名是GNI 哎呀 又错了 怎么搞的 小写的函元啊 然后这里面写函数 哦 写C TS T.C 嗯 同样我们把一些固定的一些格式头先导过来 然后我们就开始写这个C函数 这C函数我们反复之是Vide C 按照函数进来注冻进来注册的办法 先写Vide 然后写Job开头 交上保密 保密我们把它给Ctrl C Ctrl C Ctrl V 暂停过来 把这个点改成消化线 然后再交上 本地函数所在的内 啊 本地函数所在的内里交过来 再写上 我们的这个函数女儿 啊 Job当中本地的函数女儿 然后 头两个参数 J N I E N V 第二个参数 J Object 我们后面应该是没有参数 啊 因为 哦 还有一个参数啊 是 是字符串 字符串参数的话 我们应该 它对应的GNI类型是 J 是寸 当然本地上也是一个J Object 那这里边我们就接收到了我们的这个Js翠 那现在我们就想了 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 来把这个Js 啊 这个参数 写个 写个变量名啊 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把这个变成 这么串呢 好 我们采取第一招 第一种办法 第一个办法 用这个函数来实现 我们把这个注释考过去 办法 啊 后面这个函数等会还会用到 全部考过去 先看第一个函数 这一个函数 其实就是把 第一个函数干什么呢 其实它就是把 这个Js翠 啊 这个参数里面的这个Js翠 转成我们的 转成一个字符串 深远的字符串 然后用七尔新 去指向它 上面有说明 这个字符串 拷贝出的新字符串 还是在交换讯基中 实际上是本来Js翠 当中已经有一个字符串 是吧 呃 然后呢 这个是 我们 我们这里这个函数 他只是说 给他拷贝一份出来 就是说多了一份 呃 克隆出了一份出来吧 那并且这个字符串 还是在 色源的虚拟基当中 我们Js翠 用一个七尔新 去指向它 就OK了 指向它 就相当于是转向 C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指向它了 我就可以找到它了 就这个意思 接下来我们去函数 这个函数的指质名是 get string utf chers 呃 我们要去调用它 我们就 通过以前所讲的理论 信号 因为得到这个 结构体 再通过这个结构体 因为这个函数 这一行代码是在结构体里面生命的 我们就这样 得到结构体之后 这样 去就可以调到这个函数 把函数里面写出来 然后后面就是传参 传参 第一个参数 env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env 传进去 这个场景 第二个呢 字幕串 就是我们要转换的那个字幕串 那这里我们用的是 wild 这就是正式我们要转换的结构寸 第三个参数 gplone 这个参数呢 是一个 我们一般 就到目前为止 全部都把它传成空 没有问题 前面我们就用一个 它反复指的是const 小心 这样 你看我的c元 现在说不是真正的时候 把它转成c元支付串 但是实质上呢 也差 实质上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就可以用它 是不是 可以用它 因为这个就已经是 至少这个p是c元类型了 c元类型的指针可以指向一串字幕串 就是这样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这个字幕串打印出来 看一看会不会成功 打印就采取我们的 这个方式打印 好了 打印完之后我们还得做一件事 你不要就结束了 完之后我们就不用了 这种字幕串 这个指针指向的这个字幕串也不用了 之后希望你把它进行回收 否则就类型就泄露了 那回收的函数这里也有 是这个函数 把这个指针 名指向的一个函数 调用方法是跟前面是相同的 然后把这个函数名写过来 然后中间传DNA 这里就是传 你这个原始的那个文件 52的 500文件 原始的那个字幕串 然后再传 传你这个指针指向的那个字幕串 这P 就这样 这样实际上就会把P指向的那个字幕串 进行了一个清空 这样的话 就会上面一个代码 创建出来的 可能出来的一个字幕串 就被释放了 好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代码 那我们先测试一下这个办法一行不行的通 测试一下 应该还没到测试一步 我们还操了一个东西 要生成动态库 生成动态库之前 又要先写配置文件 每个范围的配置文件 这个地方写成麦子 我的胶板里面 胶子动态库的时候 刚胶的就是麦子 所以这个不用改 这个是应该是这个函数名 这个文件名 这里是一样的 看来改都不用改了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 进入 进入这个项目 直接进入这个项目 用命令 就会生成动态库了 这个项目应该在 工作空间当中 我们的工作空间是 ndk test1 而现在它是在 上面这个项目的 项目消灭 所以我们cc点返回去 那它就进入了 Eclipse的工作空间 工作空间当中 就是我们这儿 进入的项目 就都在这个工作空间 都在这一个工作空间里面 cdndk test3 好 这就进去了 输入命令 ndk ndk build 回车 我们这儿呢 我们这儿呢 报了一点错 我们发现是这个 test.c16 又含第二个字符 就是这个 有错 我估计呢 是这个打印的格式错了 我们换一种打印方式 p等于 等于 百分之 s 7个n 我们 换成这个样子之后 我们再来 执行这个命令 果然是 这样就对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 运行 不 先刷新 然后再运行该项目 看一看会不会错 看一看这个字符串 能不能打得出来 好 hello ndk 导出来了 看 导出来了 好的 我说一下整个过程的流程 再说一遍 整个过程是 我们呢 首先 过程呢 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动态库 就是说 这里面 有一个动态库 LIB MES 这里交在动态库 然后 这个地方去调用 我们的一个本地函数 是这个C函数 然后传一个字符串 字符串 传过来之后 这里只能使用街市寸接收 而街市寸接收到之后 被这个Word 接收到之后 我们把这个Word 转变成 它实际上就是拷贝出了一份 字符串 在交往的虚拟机当中 然后用C语言的指针指向它 然后这里把它打印出来 最后把这个 拷贝出 指针指向的那个 拷贝 扣能出来的字符串 把它释放掉 整个过程呢 就这样结束了 嗯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 第二个办法 第二个办法 第二个办法采取的是 这样的洗法 那第二个办法 我们能不能也 测试成功呢 好了 好了 我把第二个办法都 注射洗过来 然后把上面这个函数进行一个 注解 然后 把这个函数再烤下来 重新写 换 换一个办法 换个办法是这样来的 首先 我们用的是 这个办法它是 嗯 是 还是 克隆出一份 支付串 但是这个支付串 是放在C 运行空间中的 也就是说 之前虽然说 克隆出一份支付串 但是在交把虚拟机中 这一次 是把这个支付串 克隆出来 放在C中的 也没有在交把虚拟机中 所以说这个没有相应的消费函数 这个C语言 是不是 没有相应的消费函数 嗯 那么它注的步骤要怎么来呢 我这儿有一个写好的代码 这个比较简单把它拷过来吧 嗯 第一步 要使用的函数是这个函数 你看这个函数的作用 lgmv 调用这个函数 调用这个函数 它的作用 你看啊 把谁呢 word jstrain 放进来 作为参数 它实际上这里是想得到 啊 得到 支付串的长度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支付串的数组 我们知道支付串数组 里面就可以装支付串 对吧 嗯 下面就是 用这个函数 啊 这个函数就是说 它的传承是这样的啊 就是把这个 就是把这个 这个支付串 这个支付串里面的数据呢 进行一个一个的拷贝 拷贝份出来 把支付串全部 支付串里面的 嗯 支付串里面的 一个拷出来 装到哪里去了 装到 数组 数组 里面去 这个参数 装到数组 スト 里面去 而 从什么地方开始装呢 从 效表为0的地方开始装 装多少个呢 装 但是这要使用到一个函数 得到 首先得到长度 嗯 这里就是把 看一看这个支付串 到底能不能导 到底能不能导 并且这里有斜干0就位 倒就不用担心 有0就位的 因为 这个支付串里面本性末尾就有个0 因此呢 这个长度已经包含0了 包含0在内的一个长度 他会全部把它拷备出来 好吧 我们再来进行测试 这一次测试呢 就 重新 写动态库 因为我们的c函数变了 然后我们再刷新 再运行 如果达到和之前相同的效果呢 就说明我们 这第二个办法 也是成功的 还是成功了 看 cstr hello endk 成功了 好 我们的这个例子呢 关于支付串的转换 从JsTin转成C元支付串 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